大家好,我是北海盜女婿Jerry 大家好,我是苗莉美亨 耶,我們現在出來兩天一夜的家族旅行 我小孩化身Spider-Man 就是很天然的食材都沒有什麼調味料 開動啦 很久都沒了 好久都沒了 還有,你好,我很願意 モステージ 我既然把水煮不夠 我看了很多時候 蜆蓋裡的小味道 大家好,我是北海道女婿Jerry 大家好,我是南梅 我們現在出來兩天一夜的家族旅行 那我們現在所在位置就在沙川的甜點之路 那我們這邊來吃一個非常有名的Apple Pie 那等一下吃完我們就要去Hotel Check In喔 這家飯店也非常的有名 說晚上可以看到滿天星斗的一間溫泉飯店 這家店的最有名就是蘋果派喔 對,超有名的 我來吃日本的菓子吧 現在正在烤的蘋果派 我們就來買來吃看看 哇,這裡的芸能人也有很多 南梅也吃了芸能人喔 我也… 不一樣的 Ring,什麼東西呢? 對,這裡的 這是嗎? 這裡的芸能嗎? 這裡的芸能嗎? 這裡的芸能 然後店裡面也賣蠻多的這些蛋糕類的產品 蠻多的 然後外面有一個戶外的用餐區 走走 Yay 今天帶小孩出來晚 幼稚園休息 放假 爸爸買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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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爸爸買了嗎? 我買了一番人気的 Apple Pie 買了 快點 每日 2000個都可以買了 超人気的 Apple Pie 我們吃了 來吃吧 我來吃吧 好吃 好吃 喔 嗯 喔呦 酸酸 Apple一杯 北海道這邊的這個 Apple Pie啊 裡面放的全都是蒸的蘋果 美味 なんか Apple Pie すっごい好きで いろんなお店のApple Pie 食べたことあるんだけど ここ美味 Yahamiさんに来て Apple Pie 食べに来てよかった ラウゴンありがとうね 不客氣喔 はい ラウゴンつーシャイマー 來我吃的是牛奶泡芙 已經被我吃掉一半了 那他非常的蓬鬆 然後非常的有空氣感 那他奶油就不是那種死甜的啦 比較沒那麼甜 吃起來比較沒有負擔 還算不錯啦 私も食べたい 那你試看看好了 還算可以 Apple Pieも美味しかったけど シュークリームも超美味しじゃん これカッコいい これカッコいい カッコいい 食べる? お お うん Apple Pieも一番人気なんだけど プリンもめっちゃ美味し 這個布丁比泡芙好吃多了 建議大家直接點布丁 嗯 這個布丁很美味 這次的旅行也帶雷尔滾出來玩 今往我們要住的地方就是這個阿西伯子的新油館 那外觀是看起來有一點舊舊的啦 不過我上網看啊 它裡面的這個都整修過 蠻漂亮的 今天應該可以看到滿天的星空喔 這個飯店很特別喔 一進來就要脫鞋子喔 然後一進來啊 這邊非常多的鞋櫃喔 把你的鞋子放在鞋櫃裡面拿鑰匙 然後給櫃檯 我們要Check in囉 然後我們帶大家去看一下房間長什麼樣子 OK好了 我們先介紹一下我們的房間我們訂的是 就是兩小床還有附一個小和室的房間 那今天是禮拜三晚上 平常日費用是一個人八千日幣 大人 小孩子就算了啦 反正很便宜啦 小孩沒有 小孩不用錢喔 因為一直睡覺 好 OKOK 不然妹妹 房間這個還算大 然後晚上呢 我就打算讓這兩個小孩子睡在和室 大人睡床 然後這邊是他的一個 備品喔 還可以磨咖啡豆 然後這邊是一家溫泉飯店 說 腹浴衣 浴巾毛巾都有 來 這是他的廁所跟浴室喔 那基本上呢 我們都會在溫泉那邊洗掌 這個只有上廁所的一個作用 這邊最特別是他的大廳 我還沒有介紹 等下用我的鏡頭帶大家看一下 我小孩化身Spider-Man 來啊Spider-Man看這邊看這邊 來Spider-Man的那個姿勢 來這個是他們餐廳的樣子 然後這個飯店啊 是親子飯店喔 我第一次看到飯店有提供這個 嬰兒床的 我們等一下小孩就躺在裡面 我們就可以安心的吃飯了 然後這裡餐點也蠻多的喔 從800塊日幣到3000塊日幣都有 有貴的啊 有便宜的喔 嗯 Cosmaru喔 這個套餐也有 就比較貴一點 對對對 那我們就點一個便宜的就好了 第一次帶他出來旅行 帶這種一個多月的小孩出來旅行去 其實還蠻累的 餓了就一直哭一直哭 哇 現在就好安詳 Kwiki OH BABEE Maryland 看到OH BABEE OH BABEE有這樣子嗎 不要再搞怪囉 幹嘛幹嘛 我請了1,188元 我點這一個套餐是1078日幣喔 我點這個套餐是1078日幣喔 就是很天然的食材都沒有什麼調味料 開動啦 好吃 這個食物的原材比較新鮮 蘸一些醬油就非常好吃 之前我有一個廚師朋友在開玩笑 在北海道商廚師太簡單了 因為這邊洗台都太好了 不用太多的調味料 開玩笑啦 主要就是說北海道這些食材 好吃啊 Waffle Soup Waffle Soup 小孩就醉不會演戲了 我剛有喝這個湯頭 湯頭真的很好喝耶 是不是好吃嗎 好吃耶 這個Pasta 然後裡面有很多湯 看起來就很像 這個Pasta Ramen 好吃 真的好吃 你要吃喔 真的好吃耶 真的好吃耶 真的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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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Pasta 然後就是麵條很Q 很軟 然後這個湯很清爽 真的好吃 讚耶 下次大家來這邊 這個飯店可以點這一個 來來來來來來來去吃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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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點這一個 主要的食材都是用蒸的 蒸的 然後我剛剛有吃這塊豬肉 嗯 很軟嫩 然後一吃下去就有一個 豬肉的鮮甜那種原味 都用蒸的 都沒有調味料 太棒了 簡單吃 你最幸福了 好 這個酒店 屋上有美麗的星星 8時 集合 星星 各位 看星星喔 星星 準備在那邊吃冰淇淋都不理我 這裡有宿泊専用的東西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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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是 一個 這是 一個 親子 朋友 這個 不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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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今天的 星空預報 90% 可以看到 星星喔 好期待喔 現在天空的星星真的非常的多 不過相機拍不下來 所以我用手機這個APP稍微模擬一下喔 那現在非常建議大家來這個飯店晚上八點可以來關心喔 就這樣囉 哇 現在是快半夜十二點喔 現在帶這兩個小孩出來喔 真的很難拍片喔 他們兩個現在都睡了 所以我現在一樓的大廳喔 跟大家介紹一下這間飯店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在這一個地方 那我看到沒有前面這邊非常多的這個書喔 那蠻多是漫畫的 然後他的書櫃啊 蓋得非常的漂亮喔 那這個地板啊 都鋪這個人工草坪 然後很多原木造型的一些擺設喔 那個都不是真的木頭 那整個環境啊 就是非常讓人家輕鬆的 可以在這邊看漫畫 那他是開到晚上十二點 所以他再十分鐘就要關了 你看喔 前面就是整個落地的書櫃喔 我不講 大家可能以為在這個書店裡面喔 現在是在飯店裡面喔 超多書的 真的是非常特別的一間飯店 然後呢 這邊有很多這種箱子喔 其實裡面啊 齁 就是可以這邊想看書的人可以帶在裡面 有一個獨立的空間 那光線有一點暗啦 那很多格喔 那前面其實有一些日本女生 躲在格子裡面在看書的 然後呢 飯店有提供這個 咖啡機 不用錢的喔 那看起來應該是24小時的喔 然後這個空間是讓人家看雜誌的 非常多的雜誌 環境超棒的 你看喔 整個飯店裡面就是 不用穿鞋子 我現在 光著腳丫子在一樓 那我覺得這樣子非常的舒服 就好像就是 帶在自己家的感覺 不是帶在飯店的感覺 現在時間已經12點5分了 感覺還沒有要關燈的感覺 感覺沒有時間限制喔 那這一間飯店我覺得最大的特色 就是在這個地方 一個森林圖書館 真的在這邊看書啊 看漫畫我覺得真的非常的舒服喔 那開始期待明天的早餐喔 那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樣囉 那我是北海道女婿喔 那我們明天喔 明天的影片我拍成第二集喔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喔 剛剛遇到這邊的工作人員 他說這邊是24小時的 只是過了12點之後啊 這邊的燈會比較昏暗一點 所以你要待一整天也沒關係喔 那我要回房間睡覺 還有兩個小孩在房間 我是北海道女婿 我們下支影片見喔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